中共国的宪法就是一本笑话机 有人在百度贴吧上逐条输入宪法的内容 结果只有十条可以正常显示 其余的126条都被系统自动屏蔽了 习近平通过修宪 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的限制 妄图永远执政 这样行得通吗 刘少奇为了自保 曾经首拿宪法 对红卫兵说 我是国家主席 我有公民权 结果红卫兵一听更来劲了 老子打的就是你个国家主席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下一个就是习近平